文昌帝君英志文广义揭露 足为大德比丘 足为军事统修 请宣开文本第七十页 下面还是对新帝之音和福田之果报的关系 它的复杂性来继续加以讨论 第七对范畴就是为恶善忠 与为善善恶忠 就是有一种情况是今生造了很多恶 但是临命中时他并没有得到恶报 反而是善忠 这里就得要在过去现在未来的 这个因果关系上去考虑的 不是谈献报的 因为报是有三报 献报 生报和后报 那么一个人今生造出很多的恶 而得到了善忠 这是他今生的恶果还没有成熟 前生的善果先成熟的原因 前生种到善因 今生正好成熟了 就好像春天剥了种子 秋天有收获了 那么你今生造了恶 比如今生造了恶 那你下一生 或者下多少生再成熟 所以这里面叫一熟果呀 它是错终复杂的 所以原来有一个人 他七世都是杀羊的 七世杀羊这都是恶业了 但是他七世都没有堕到善恶道里面去 就是他多生多结的善因 维持了他七世做人的这样的过程 那么七世之后 他属这个七个 七世属杀羊的罪孽 就一一得到了果报 所以凡是恶人今生得福德 都要做如是的观察 不是说他作恶 原来作恶还有好报 不是这个 作恶肯定会有恶报 他现在还有点好报 是他前世的善因先成熟而已 那么相对应的就是为善 一个善人 他做了很多善事 灵命忠实反而不好 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 为善或者灵命忠实恶向现前 或者堕到善恶道里面去 这是今生的善的果还没有成熟 前生的恶果就先成熟了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是世间人看到善人 他是狠死恶忠 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狠死恶忠 表面上不好 去死的不好 实际上他的归宿很好 比如有一个牧牛的小孩 牧牛的儿童 他采莲花去供佛 在供佛的 这个兴高采烈走到中路的时候 被这个牛这个脚 把他抵出死亡了 本来他是在做件很善的事情供佛 结果被牛给出死了 好像是恶忠 但是当下他的神识就升到了道里天 他不是一个善忠吗 还有一个猴子 看到一个比丘 比丘都穿袈裟了 都就很欢喜 他就拿着比丘的袈裟 自己开玩笑的 披在自己的身上 他是在水池旁边的 水池旁边披的 他就没有注意 就失足 就醉到了这个水里去了 醉到水里淹死了 那本来他披袈裟是一个善事 结果就这么掉到水里淹死了 好像是一个不好的恶 不好的狠死 但是这个猕猴剑袈裟欢喜 又披着身上的姻缘 他当下神识就升到了天上去了 所以他也是这种第二次情况 我们表面形态看到他恶忠 实际上他还是善忠 还有一种是重罪轻报 他本一生行善 本来他多生多节的 要下三个道的恶音 由于他行善 或者发菩提心独重大乘经典 他就转重业为轻受 或者今生就得一点重病 一点什么病给他消掉了 或者为人倾鉴了 金刚经就讲 如果读诵金刚经 一定要下三个道的人 由于读金刚经的原因 或得病或被人轻视 那下地狱的罪就由此来抵消了 消掉了 所以这些错综复杂的这种 因因果果 善善恶恶 不是我们凡夫的肉眼所能看清楚的 佛言无影原明看得非常清楚 总的原则就是 因为你一生作善而死 最终一定能得到善保 不是肉眼凡胎所能够认识的 第八对范畴是生乐 心不乐和心乐生不乐的情况 我们人都是由身体和心理构成的 那么这种快乐 看看是在哪方面 有一种是身体很享乐 但内心 精神生活 心里不快乐 那么很多修人天福报的凡夫 由于他修福的很多 精神呢 事事如意 这个财富充足 各方面都没有逆源 身体非常快乐 物质生活非常富庶 但这种人 如果不知道促世间法 如果他这个享受这些福德 都是他的虚妄的心 心意识去享受 他这个享受久了都会麻木 他就感觉不到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是从真心里面出来的 法喜的快乐 他如果不知道促世间法 他没有了脱三界的轮回 他就得不到这种真心法性的快乐 而且由于他不知道怎么出离 最终他免不了三恶道的 忧患 所以这就是 心乐心不乐 这种情况在凡夫层面是非常多的 你看现在我们看中国大陆一种现象 前些年都是大家追求成功 成功学呀怎么怎么 而现在初版界都有个动向 很多的是从成功学变成心灵学 怎么心里得到内在的幸福啊 怎么怎样呢 大家感觉到 他所谓成功了 有钱了 并没有得到快乐 甚至有句话说 穷的只有钱 到了穷的只有钱的情况下 他心灵是空虚荒芜之极 所以他也想找到一种心灵的寄托 心灵的快乐 所以这就表明很多人内心不快乐 那真正的幸福快乐 还是从内心去寻找的 不在他外部的财富和权势 所以要得到内心真正的快乐 佛法就能给众生很多的启迪 还有一种情况是心不乐 内心非常快乐 非常伐喜 但是身体这种知识用具贫乏 给他带来困窘 这里就举出有阿罗汉 阿罗汉断见识祸 得到九次的定 他内心非常快乐 永远离开三界的轮回 这种灭尽定这样的一个状态 很快乐 但是阿罗汉如果他前世没有修福的 没修到福田的话 那今世他要去脱波 常常是空波而回 连饭都吃不饱 所以这就身体上不能奴役 因为他精神虽然断见识祸 他还有这个孽暴的身体 这个孽暴身体还是免不了饥寒交迫 如果得不到自身用具的维持 他也有他的不乐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福的智慧都要伤修 就比较快乐一点 第十对范畴就是大师小福和小师大福 就是很大的布施之音 得到的福报确实很小 这是跟人的发心有关系的 波约经典讲 如果一个菩萨只是使金银财宝来布施 他不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度众生的心 他没把这个大菩提心发出来 就那么虽然经过恒河沙这么多的长劫 来修财宝七身的布施 他所得到的福德也是很少的 那么这很少是相比较 就是从平面上来说 他还是很多的 他只是跟发菩提心来布施的 这相比他为少 那么相对应的就是 小的布施却得到大的福报 波约经典又讲 如果菩萨在布施金银七跑的时候 能回向无上菩提 就是作为成佛的质量 能发大慈悲心救度 释放一些众生 能以这样的心来行财布施 那么虽然他是用少的财物去行布施 但是获得的这种福报是无量的 这就是发心有多大 他的福报也就有多大 所以这样看起来 我们纯心 心地之因发心 发心能够到成佛的地步 那这个心地就无以复加了 无以复加就是断剑或施或尸或 成杀或无名或断尽 这个心纯净到极点 转巴施为赤字 那他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威神力量 那么修福也是这样 修到成佛的位置上 他的福德也就就尽圆满了 无量无边了 所以新地和福田一定要到达成佛的地步 才能够修止 好 第十一对范畴 就是物欲顺境正当修福 和物欲逆境亦能直福 就是我遇到了顺利的境界的时候 那正好修福 在人生的记忆当中 常常会有些顺境 各方面都是称丰得意 等遇到顺境的时候 应当自己思维 现在我家里这么财富充足 这是叙事 一定是从布施里面来的 那么今世就更应该以财富来帮助他人 来利益众生 这样他的财富就会持俗持俗下去 那么今世我身体没有病 很健康 这一定是叙事从慈悲里面来的 那这样我今世就更应该要戒杀放生 使慈悲心更为的充足 这就比如这个灯在明亮的时候 知道这个油灯的明亮是由于它有能源 所以就更要添加这个油 使这个灯燕更为明亮 持俗的时间更长 如果你不添油的话 这个灯点完了也就熄灭了 所以在顺境的时候 更要进一步修福音 那遇到逆境的时候 这就更要注意 种植福音了 我们人生免不了遇到那是逆境的时候 这个逆境的时候是什么 那是喝水都是塞牙 这个苦上血上加霜 遇到这逆境 千万不要怨天忧人 应当自己思念 我现在的困顿 潦倒 恶难 都是叙事的涅力所遭感 如果能够顺应这样的逆境而接受 就等于还债了 做还债相 所以叫逆来逆来顺受 就叫知命 不仅仅停留在这方面 而且还要发大怨 如果我处在贫穷的状态 要发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富饶 如果我处在生病的状态 生病很苦 就得长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健康强壮 如果我遇到斗争的时候 斗争就冤家对头碰面 打官司 咒骂 人际关系 到了这种也是很苦啊 所以要发愿天下所有的人都和睦 如果自己很昏迷 愚痴 学什么都学不会 就应该发愿天下所有的人 不要像我一样 愚痴 也要有智慧 如果我六根不聚 是一个残疾人 残疾人生活不方便 而且被人轻视 也很苦 就长愿天下所有的人六根聚足 向好庄宇 这个存心要转念 你不能说自己生病 哎呀 我生病的太苦了 怎么看到别人那么健康 就心里不平衡 希望他也跟我一样生病 我得到艾滋病 我也不让他好过 我怎么把艾滋病传给他 原来就一个人自己得了艾滋病 他就发得狠心 至少要传播一百个人的艾滋病 这个东西就很饿了 所以我们碰到这个逆境 自己一定要转善 唐代诗人杜普他写的一首诗 他自己的草旁被秋风吹跑了 吹跑了在这情况下 他连房子都没有 这首他的诗歌里面 就表示什么境界呢 就愿得广下千万间 大必天下寒室具观言 他能发起这个心 不要像我一样 没有连个草房都没有 希望这个广大的高楼大厦 有百千万亿间 能够庇护天下寒室 没有钱的穷人 都能够住这样的广下 得到欢迎 所以这就是一种 这种这种 悲天明明的胸怀 所以每当遇到一种患难的时候 就愿未来之事 就发愿自己在未来的时代 救度有这个患难之人 这种菩萨的心就能够转烦恼为菩提 当下的毒药也就成了甘露 逆争上缘 所以一个修道人存心 任何情况下不仅顺境逆境 也是他执服修道的很好的因缘 如果不知道这样的执服的人 不能存这样的心的人 那正好效果是得其反 最后一个就是 他人作善 我能受福 他人作恶 我也能受福 这里面都要智慧的去做了 他人作善事 为什么我们能受到福报呢 你得要存几种心 有几种行为 你都能得到 比如其他的人 他想作善事 但是他还没有付足行为的时候 你在旁边 从中劝勉他 劝勉他 鼓励他 你这种劝勉引导 你就种了福田 这口意 那么其他人的善事已经做成了 做成了 你跟他一样感觉快乐 你随喜他的善行 你这颗随喜的心 也种了福田 那么不仅随喜他 而且到处宣扬 这个人做善事的美德 使其他的人都能效法 这个善人的行为 好 那你这种赞叹 也修到了福德 这都是口业了 是吧 口业能知福 所以推广之天上天下 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 还是古往今来 所有的善人的行为 我们都劝讨 都随喜 都赞叹 所以这些古往今来 天上天下 所有的善人善行 都是我造修福之音 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其中第五行愿就是 随喜功德 这个随喜功德 对其他人的功德 我们有随喜的心 一方面扩大我们的心量 尤其对峙我们 嫉妒的烦恼 那随喜的对象是很广阔的 不仅在上面随喜 十方诸佛菩萨 无量节以来 男行能行 男人人人的菩萨行 以及他成佛之后 道价慈航 四线八项成道的 全过程的功德随喜 还有下面对胎卵诗化 六道众生 不仅人道的众生 包括冤飞卵冻的 这些众生的 一分一毫的善行 都是我们随喜赞叹的对象 你说动物是那个 但动物有些美德 我们要赞叹了 麒麟他不采生草 狗也很忠实 大宴他有忠贞爱情的功德 羊有贵辱之恩 之报恩的心 这些动物的这种一毫之善 都是我们可以随喜赞叹的 所以十法界 上指四圣法界 下指六凡法界 所有一些众生的善行 我们就随喜赞叹 那么这就静虚空变法界 所有众生的福德 都能成为我们自己的福德 这就是修普贤 愿亡的这种德恨 你能这样修 我们自己也就成为普贤大士了 这是他能做善 我能受福 还有一种就是他能做恶 对其他人做恶的事情 我们能够善巧存心 我们也能够修到福的 比如说 这里有六个方面 都能让我们修到福 比如他人 其他人 他想做恶事 这个恶事还没有做成的时候 还在酝酿阶段 你知道了 你努力的去劝止他 不要去做这个事 比如知道某某想抢银行 你这个感觉 哎呀 这要不得啊 这个这个对国法成主啊 家里也不好 你能劝住他 你能劝止 让他不要去这样去做 你修到的福 但是你劝止没有劝止成 那个人还真的把这个恶事做了 成就了这个恶事 你就为他忧愁啊 哎呀 这个人真的做了这个恶 这个破案了怎么办呢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 这个为他感到忧愁不乐 我也修到了福 那么这个恶事 当然倒不一定是抢银行 这么严重的事情 就是一般日常生活一些恶行 这个恶你知道他造的恶 但是你不要到处去宣扬 你得要引恶扬善 这个引恶很重要 你多方引他的恶 让他能够不受到世人的侵蚀 让他有改善的改恶 修善的空间余地 那么我也修到了福 那么这个人如果恶事已经播扬了 大家都知道了 都知道这时候 你也不要去嘲笑 你就用这个势力来教诫其他的人 教诫自己教诫后代 作为一个反面的榜样 我们不要那样去做 这个垂戒我也修到了福 但如果这个恶事 牵连到我身上来了 而且是无辜的 我能忍受 而且往往这种恶 你能够跟他分榜 跟他分担分担一下 让别人的指责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你能这样忍受 你也修到了福 如果这个恶没有牵连到自己 牵连到另外第三者了 你就劝第三个人也忍受 你也修到了福了 你看别人作恶 我们都能方方面面修到福 当然你不这样去 不这样做 还正好相反 知道别人在做恶事 你还鼓励他 哎呀你了不起啊 你还敢这样做大胆呢 大丈夫气概啊 那你麻烦了 那你这就是 你就是受祸了 那么这些都 能否修到福 祸与福就在一念之间 存福其人 存福其